嗨,大家好,我现在在印度的火车上,其实印度的火车是没有8火车的,这是我亲眼所见,而且我也打听了买不到挂票,我买的是最高等级的这种卧铺车厢,然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第一个我想给大家说的是在印度的卧铺里面,它的每一个床单呢, 都是有这个纸包裹起来的,感觉这样的话会给人很卫生的感觉,就是说你看这里还有一条毛巾,可以擦脸擦脚,它的这个席位的构造呢,和中国的卧铺差不多,左边三个床铺,右边三个床铺,然后呢,但是唯一不同的就是在我的右边呢,它过到这里会增加两个床铺,我觉得它这个过道可能要宽一些,而且我们实测了这个床铺, 它的长度其实还是很满意的啊,然后这就是它的被子,被子的话呢,是没有那个包装袋的,不过看上去,它的颜色是黑色的,我感觉应该不会太脏吧,这车厢里面没有什么太多的异味啊,然后空调呢,也挺凉快的,现在呢,是我刚上车不到20分钟, 这边呢,已经在开始销售这个晚餐了,我们看一下晚餐的价格啊,还有它的那个质量会不会很不卫生呢,在我眼前这两位穿立衣服制服的呢,就是卖东西吃的,这里,我刚才后面那一位呢,它卖了那个饮料,汽水,以及那个,一些小零食啊, 拿着桶在卖,没有推小车车,但是我看挺卫生的,然后这一位大叔呢,是卖的这个,印度,这位大叔是卖的印度的特色美食啊, 这些食物多少钱呢,这些食物多少钱呢,多少钱呢,15 rubies, OK,56,6 piece,6 piece,6 piece,哦,谢谢,谢谢,谢谢,我问了那个大叔啊,他们吃的这个, 可以 take a photo,可以 take a photo,这个食物吗,可以 take a photo of this food, 是,就这个食物啊,就我眼前这个食物,然后六个,六个的价格呢是15 rubies,就是人民币五块钱, 他们已经在吃 我看食品好像是油炸的 但是我觉得6个5块钱还是很划得着的 它几乎可以满足一个人的一餐的食料 这个食物是用杯子装着的 2块钱人民币 我要买一份尝一尝 这个样子的 里面是一些油炸的面包 然后再加上它这个汤 我已经拿到了我买的这杯食物了 里面好像加了咖喱 不过感觉味道还不错 有点酸酸的感觉 这个大哥给我找了零钱 谢谢你 这味道还不错 有点酸 这炸面包块的话是很脆的 就像那个炸的非常酥的那种 在我看他们这车上的熟食来说的话 就刚才我给你看的那个6个饼子的那个 还有这种东西 不过我觉得这个味道还不错 接下来我要给大家看一下车上的其他设施 今天呢我不想跟中国的列车来比速度 因为这是大家众所周知 已经其他国家无法超越的这样一种技术 我想看一下他们的这个最高端的车厢里面的 卫生间是怎么样子的 OK 这一位呢是他们的列车员 然后他们所有列车员的都是穿白色的制服 会有那工作牌的 其实还是蛮友好的 Thank you Thank you 这个呢就是他的一个中转车厢 然后这个洗漱台 这边就是厕所 我们打开看一下 厕所和中国的火车的厕所差不多 我先把锁上 锁上 好了 他们会有一个冲屁股的 这个冲屁股的机器 这个 这是这个厕所的洗漱台 还有热水还不错 这里呢还有一瓶清洗剂 还可以充电 这是这个镜子 好像在中国这个厕所是没有那么大的 我刚才看了他这个厕所 其实我觉得还是很干净的 没有特别当 好了 这个就是印度的火车 其实他们这上面呢 试的来说的话呢 也是很平价的 和外面店里面卖的差不多 比咱们中国的火车上的东西要便宜 它是平价的 这个上面的卫生 以及设施我觉得都不比中国差 应该都差不多的 但是厕所还是很干净的 这是我临桌的这个几个印度朋友 他们也很友好 这两位呢是大学生 那一位呢是报社的编辑 然后他们也会英语 挺好的 挺热情的 OK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Thank you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这是印度的火车站